这位美国大使拜托要想黑中国 即便是走火入魔了也要用点自己的脑子 这是骂越狠官运越开吗 大陆外交部女战狼华春莹 这一次自己成为新闻焦点 因为她升官了 柔中带刚 华氏笑容 10月24号 中国外交部官网显示 华春莹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分管新闻礼宾以及翻译工作 点进去大陆外交部官网 会发现在外交部主要官员的 关键九人列表当中 列出了华春莹 而她也是当中唯一一位女性 我很高兴地借此机会 向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新同事 她就是新任外交部发言人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华春莹女士 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就是昔日介绍华春莹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长官 而从她2012年上任至今 对外媒的言辞越来越犀利 她会叫她会撒谎 她会散布中国迫害外国记者 这样的谎言 为什么你还可以在这儿呢 平常应答美中议题 就话中带刺或是呛辣 反问外媒 近期跟屡次杠上了英国BBC 像是BBC针对新疆人权的报道 华春莹还特别准备影片 来和BBC制作人当面对职 你说你是BBC的producer 你不认识他 为什么会有 我觉得也很正常 因为他说BBC问他要 不见得就是你本人问他要 对不对 针对BBC 驻华记者沙磊指控 人身安全被大陆威胁 不得不离境事件 他的反击也很强硬 甚至企图利用突然离境事件 来讹诈威胁中方 莫名其妙 这恰恰反映出沙磊本人的人品 和BBC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的可悲 韩媒体成枪舌剑火药味十足 彻底奉行大陆战狼外交的侵略风格 但是华春莹似乎不打算改变 根本上讲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 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是一些人给中国量身定做的一个话语陷阱 曾经为所谓的战狼说辩护 事实上确实大陆外交也把这套风格发挥到极致 我们两国最好自己管好自己的事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今年美中第一场高层级对谈 就像是一场对骂大会 中共常委杨洁篪以骂十几分钟 旁边的外交部长王毅不时看表 直指美方超时态度强势 似乎更是有意警告美国 大陆外交不再遵循邓小平 韬光养晦路线 转为更具侵略性 不过战狼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 你都是战狼 你都是战狼 其实是从一部2017年的大陆电影中衍生出来 而在川普时期美中冲突升温 让大陆外交回应更加锋利 更出现一批所谓战狼外交官 像是赵立坚 秦刚 华春莹都是代表人物 你刚才说到中国现在是搞战狼外交 那他们恐怕都不能用战狼来形容了 那就是恶狼了 只是这样的路线转变能起到外交作用吗 CN分析是转手为攻 有学者认为是透过不配合的姿态 刻意展现大国实力 只是在战狼外交下叫嚣互呛取代沟通 也让美中对立陷入死胡同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